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樂壇的頒獎禮一個就接一個 繼前日的港台頒獎禮之後 昨晚亦都超級推介榜 年度推介2022至2023 在5月7號晚在國際博覽館10號展館舉行 ViuTV樂壇頒獎禮 每年都是4月左右 今年遲了一點 成為今年樂壇的第四張成績表 據稱各大獎項是由全港市民投票選出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ViuTV改了頒獎的賽制 除了一些個人或個別單位獎項之外 最大的分別就是歌曲獎項由 往年的十大取消了 改為四個類別的歌曲 再在四個類別中選一個叫金鐘金 四個獎項分別就是 超級年度流行歌曲 由Anson Lo的永順街39號奪得 至於超級年度搖滾歌曲 就是由Dear Jane的到底發生過什麼事獲得 至於年度節奏藍調歌曲 就是R&B 就由這個報復式浪漫 就是馮允謙主唱的奪得 至於超級年度另類歌曲 就是MC張天賦的 就是《小心地滑》 在四個歌曲內 就由年度另類歌曲 即是《小心地滑》 即是張天賦這首主唱的歌曲 就成為金鐘金 就獲得年度的歌曲 恭喜MC 繼前晚的全球華人至尊金曲之後 再次在Chill Club的頒獎項中獲得金鐘金 即是兩大流行榜中的頒獎項 他都成為Song of the Year的得獎者 之前的歌曲就是《老派約會之必要》 今次是《小心地滑》 都是由張天賦MC出到兩年成功上位 個人獎項方面 最觸目當然就是Chill Club年度男歌手 金獎由Anson Lo臨莊奪得 銀獎就是姜濤 姜濤已經連續三年獲得年度男歌手的銀獎 至於銅獎就是Ian陳卓妍 即是 男歌手的三甲都是由三位鏡仔奪得 至於年度女歌手的金獎 就是鄭欣怡 欣怡因為有事 所以昨晚沒有出席獎項 至於銀獎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小一陳雷就獲得到 陳雷上台獎項的時候很搞笑 賽後訪問 原來她說起床的時間 因為被紅家豪和MC頂著她的裙子 搞到她起床不可以很漂亮 起床才上台 上台的時候她也有說過這件事 非常搞笑 至於銅獎方面 就是Servini 拿到 至於年度組合獎方面 金獎就是由大熱的MIRROR 銀獎就是ERROR ERROR上台的時候 見到保錡非常搞笑 她說要多謝祭哥 亦都希望公司就是ViuTV 或是MC Reel 加祭哥的工資 她說如果不是 就是因為收入和工資 影響她的表現 希望ViuTV加工資 至於193就說 希望這個獎可以增設非MIRROR 即是說如果MIRROR沒有分欠這個組合獎 她們才有機會獲得金獎 引來全場大笑 至於銅獎就是她們的師妹 Caller 今年的成績也算是非常好 至於年度樂隊方面 金獎就是Dear Jane 銀獎就是Rubber Band Rubber Band也是因為有事 這一晚也沒有出現 至於銅獎就是Tonic Tonic上台的時候 恆仔也拿了MIRROR來搞笑 她就說全靠有MIRROR ERROR和COLA 才可以令到她們多了一個 叫做樂隊獎 即是拆開 才有機會獲獎 其實ERROR上台也有說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組合和樂隊 是可以分開的 當然啦 樂坎的競爭要多 以前試過混合在一起 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什麼參賽 沒有理由只有三隊樂隊 或者兩隊組合 拆開兩個獎 就有點怪 現在樂坎也多了很多不同的組合 樂隊相對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那些男團女團多 組合方面拆開來計算 才可以令到Bang生 或者Bang仔有機會獲獎 其實我覺得也是好事 至於年度創作歌手方面 金獎就是林家謙 再度林莊 銀獎就是Ian陳卓妍 同獎就是馮雲 至於幾個幕後大獎方面 Chill Club年度作曲人就是徐浩 Chill Club年度填詞人就是Wyman黃偉文 大會亦非常有心 特地派人 專程飛去英國頒獎給Wyman Wyman應該都非常感動 以及應該都很驚喜 很開心 他都答應大家 會在外地更加作多些歌詞 幫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忍 至於Chill Club年度編曲人 就是Ariel Light黃曉明 Chill Club年度監製就是T-Mar和黃雙俊 至於新人獎方面 大熱的男歌手金獎 就由Jeremy李俊傑可以獲得 銀獎就是Ewa的保錡、吳保錡 銅獎就是Phoebus吳啟陽 亦都是三個男歌手的獎 都是由全民造星的參賽者奪得 都非常高興 至於年度女歌、新人女歌手方面 金獎就是Cola 銀獎就是Acar雲浩映 銅獎就是嘉欣9896 看回整晚的頒獎禮 雖然獎比往年少了些 因為沒有了十大 但其實表演都蠻好看 大家當作一個音樂會來看 氣氛就不錯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歌手都有出席 也請了一些海外表演嘉賓 來到香港一起為大家表演 大家當作一個音樂會來看就蠻好看 今次ViuTV的頒獎禮就是他們的傳統 其實做得蠻好的 感覺跟以往的頒獎禮最大分別就是 通常獲獎才能上台唱歌 但他們並不是 就是獲獎的歌手得獎者 只是上台說他的得獎感受 不會馬上唱歌 反而未必獲獎的朋友都有上台 好像昨晚見到 Ginni、惠蘭等等 其實他們這些歌手都沒有獎獲獎 但都有上台唱歌給大家聽 所以其實有空聽歌 有些歌手表演一下 有些高質素的外地表演嘉賓 然後中間有些頒獎 頒獎完之後 又有另一班歌手上台唱歌 大家當一個音樂會看 其實氣氛就相當不錯 當然全晚最終目就是 當然男歌手的金獎 由Anson Lo 我記得去年獎獎的時候 大家都在一片爭議之下 今年其實因為 阿姜在獎獎的時候 一番感言 都感動不到阿Lo 到他上台獎獎的時候 都看到他有點激動 上台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近期感覺到自己很大壓力 多謝神徒在他這麼忙的情況之下 都一直支持著他 感覺到自己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其實感覺到很幸福 也多謝家人 因為昨晚在他獎獎那一天 亦都是他的教姐 即是阿Lo的家姐的生日 特別多謝父母也跟他說抱歉 因為近期都因為工作太忙 沒什麼時間陪伴家人 所以特別知道 家人都很擔心他的身體狀況 因為他擔心他的作息時間 希望他得到這個獎 得到家人的體量之餘 亦都因為他得到一個好成績 而感到最好 至於提到他們外界的紛爭 他就說很難去阻止 但無論外面的輿論 或者留言 或者網上的媒體 怎樣說都好 都不可以阻止他們的MIRROR團結 他就說永遠都是MIRROR 令到大家都很開心 很感動 Logan這一番的感謝詞 亦都非常之大方得啟 至於姜濤在銀獎拿的一番宣言 我們就在另一節節目再跟大家說 至於對於超級頒獎禮的得獎名單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